好,我们今天要讲有关 上次讲的那个动作外观的部分 我们今天讲有关画笔的部分 好,那画笔的部分 各位可以点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下笔跟停笔 那下笔的话呢 如果你按了下笔 你的小猫只要移动 移动,他就会留下笔基 如果你按了停笔之后 他就不会,你继续移动 他就不会再留下笔基 那其他的地方就是改颜色啦 改大小 所以其实很简单 那我们先把那个小猫换一下 好,我们换这个 请你换一支笔 它这边有一支笔 请你选一支笔 然后选笔之后呢 请你把造型 造型 留一个就好了 留一个就好 把造型的那个中心 这里 如果你的解析度没有调好 会看不到这个按钮 它会跑掉 所以请你解析度调好 才看到这个按钮 好,点一下造型中心 本来在中间把它钉在笔尖 好,这样等一下 留痕迹才会从笔尖出来 好,来麻烦你先处理一下 好,接下来呢 我们不要小猫 我们就把它删掉了 好,那这一支笔呢 我们来开始写它程式 所以一开始 好,我们 我们通常会习惯清除所有笔迹 因为它可能是前面那一场 有画了一些东西 那如果你不清 它会一直留在那边 所以我们习惯一开始 会清除所有笔迹 然后再做个下笔的动作 好,然后我就可以开始移动了 我现在先给它乱动一下 好,假设我往前移动 好,然后呢 再随机转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不要太大 好,然后 然后呢 我碰到边缘就给它转弯 碰到边缘就转弯 就反弹 好,然后我一直重复这个动作 哎呦,你要重复一怀事了 好,所以它就会一直走 一直转,一直走一直转 然后如果碰到边边就会反弹 好,看一下哦 哇 哇,它可以画一个图形耶 哇 好,来 画一个图形耶 好,没有画一个图形耶 好,没有画一个图形耶 好,下图 我们刚刚只是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你只要下笔之后 你用了移动指令 它就可以留下笔迹 那因为我们刚刚有清除所有笔迹在最上面 所以我每次重新开始 它就会重新开始画 好,那因为你的角色的大小 也会影响到你画的图案 因为它碰到边边的位置会不一样 好,你看 好,你看角色变大 它碰到边边的就 而且 而且你的外观的翻转 你外观 你设定它能不能转也会影响 好,因为你的角色每一个地方都可能会碰到边边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改一下 而且越画越旁边耶 好,因为你的笔 因为你的笔只能左右反转 那它就 它碰到边边的地方就会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再画一下不要学短 好,那画出来又不一样 因为你的笔 笔的大小就是 放到边边反转都不一样 所以你去试一下 好,接下来如果你要固定选什么色 你就要用这一个 这个是固定选什么色 然后你点这个地方要去选颜色 选颜色 但是 你要怎么选呢 要找一个有色码的地方去选 比如说这画面有很多颜色 我点了它之后 我如果再去点这里 不是外面 要里面 我选了它之后呢 比如说我要绿色 我就点这边 它这里就变绿色 或者我选了它之后 我要黄色我就点这个地方 它就变黄色 我点这个地方 橘色 如果你改了颜色之后 在下笔之前改了颜色之后 你画出来的就会是那个颜色 那如果你要希望颜色乱跳的话 就用这一个 画笔的颜色改变什么数字 改变多少 或者把颜色认为多少 这个数字呢 每一个数字代表颜色不一样 不一样 然后我们如果让它随便乱 产生的话 这里有一个叫做随积选一个数 看到没 运算里面有一个随积选一个数 这个叫做乱数 那乱数你要给它一个范围 比如说从0到100 然后电脑就会自己挑数字 把它丢进来 所以每次在用这一个的时候 电脑会自己挑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就会决定它的颜色 那这个数字就会决定它的颜色 好帅 好帅 所以真的是换颜色 那同样的道理 在这边还有一个换大小 画笔的粗细 有没有 还有亮度 这个都可以改 好 比如说色为多少 我们也把它弄一个乱数好了 但是不要用到100 100很大 我用0到10 让它乱跳就好了 好看 所以有时候初往后去 有个初有个气 好 好来帮你试试看 如果你要只要同一个颜色 同一个大小 你就把它放在上面 那如果你是要 随便一直改的话 那你就把它放在那个画画 每走一步之后就做改变 好 这是刚刚 你看我们每一个步骤 每一个步骤都是面向哪里移动几步 面向哪里移动几步 面向哪里移动几步 对不对 是不是都是重复的步骤 对 好 重复如果可以重复的步骤 可以把它 就是只做成一个步骤的话 好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重复执行来处理 好 好 那可是这个地方 面向哪里 它这个是不能 好像我们如果 我们如果放在重复里面的话 它会一直往同一个方向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改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正方形 我如果要面向右边 我走的时候才会往右边走 对不对 对 那再走到这里之后 是不是要往下 那往下 那往下 我可以直接讲往下 我也可以把它叫做 往顺时针转90度 对不对 正方形的内角垂直的 是不是90度 所以这边就得往 往右边转90度 走到这里之后 再往右边转90度 就是往这个方向 对不对 走到这里之后 再往右边转90度 也是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就可以改用这个 右转 这个顺时针旋转 这里把它改成90度 来取代这个面向哪一个方向 好 那你看 我如果这样子做的话 它就是转90度之后 我们先移动 因为我们先往右边移动 一开始面向右边 让它一开始面向右边 它就会往这个方向 然后移动200步之后 再转90度 就会转到下一个方向 好 那我把这样重复的动作 我用重复把它包起来 然后我正方形四个边 只要四次 对不对 正方形四个边 只要四次 那这样子就可以画一个正方形 我们看一下 好 一样的效果 对不对 一样的效果 所以你改用 直走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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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重复四次 就可以画到 做成一样的效果 好 来 请你练习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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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